大家周六好 我今天起来比较早 因为我马上要到邮局去 去我的快递 昨天没取成 还有一个 看我今天穿短袖 为什么呢 因为下午要打疫苗啊 你不可能穿要长袖 然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然后你就脱脱吧 对吧 脱不好看 所以穿短袖比较好一点 希望今天能打上 因为打不打得上也说不准 因为我要到23号才能 就是满六个月 但是我可以给他理由嘛 因为我说我23号的话 我要见我的婆婆他们 他们岁数都大了 都快80岁的人了 为了他们身体健康 让我早点打吧 我身体扛得住 就是打之前呢 你要在 我是在网上预约的 也有地方是不是预约的 不是预约的话 那你就是要站在那等 我预约的话 那时间就是那么长个时间 然后你到那边去的时候 要带好你的 就是你的后 就是疫苗本 然后呢 就是你要在网上 他下载一份 让你打一下 就是签字 因为会引起不良反应嘛 还有第三针啊 什么你确不确定打 要你自己同意 所以你要签字 就是你要告诉人家 就是第一次你打疫苗 什么时候 第二次打疫苗 什么时候 你本身都有 看一下就知道 所以呢 我要带着我的这个 我的是两张纸 两张纸 就是这种的 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就是这样子的 我打的是booster booster就是第三针的意思 希望能打 我现在赶紧出去取我的快递 我到家 我在路上 我们家欧巴就给我打电话 你人呢 你丢了 你到哪去了 哎呀 刚才到那边去哪 没拿到嘛 所以我就是 他说家里头没有黄油了 我赶紧去买 所以到家 我们家欧巴已经准备好了 这次我们家欧巴做的这个面包很成功 所以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做任何一件事情 不要半睡半梦半醒中 真的是像雾像雨又像云呢 你这是 妈呀 他昨天买的毛塔筋 不知道这种毛塔筋好不好吃啊 我们吃惯了海姆来的毛塔筋 其他家都不知道好不好吃 看看我们家欧巴今天切这个面丸 这次的面包跟上次的一切完全不同 一瞬间 哇真的 妈呀这个软子 哇塞 它有弹性啊也是 Glutine How to say Glutine Glutine 妈呀 哇哦 好吃 现在跟我们家欧巴去 看我今天的第三针疫苗能不能打上 希望能打上啊 但是不敢打全包票啊 因为提前十几天打了嘛 所以提前半个月差不多 应该会同意吧 希望希望 我大操作给隔壁邻居家小孩挑生日礼物 13号就是他过生日了 你说这个写啊 鞋子好不好看呢 它上面写了是4到14个月的 但是我不知道给人家送鞋子好不好 好像德国这里不流行送鞋子 我挑了一件这样的衣服 给大家看一看 这样的小裙子 嘿嘿 是这上面就是写的是80公分啊 上面有尺寸的 80 这尺寸是80 我量了一下子 就是从网上查了 他说小孩子一岁差不多就是80公分 80码应该是 看看这就是我打疫苗的地方在这 看看在这打疫苗咯 希望给我打 因为疫苗打完之后 两个礼拜才起到保护作用 看看没人 看看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特别好 我喜欢这样子的 从这上去 哇哇哇在上面 挺好的 看看 多好呀 没有人 这是那边 可以现在赶紧趁没人赶紧打 我已经打好了 15分钟坐一下 等会儿去拿我的疫苗本子 屁 等一等 这里都是问了说今天为什么没人 上午人多的不得了 下午就没有了 我的疫苗打好 昨天纯粹是巧合 因为昨天我同事他打了 我说跟我老公讲 我说我同事打了疫苗 有点反应就是困 我说等下个星期就有 我说我去打 老公说我现在给你预约一下子吧 结果看今天有 就跟他说了一下子 然后就今天下午两点半打好了 以为人家不会给我打呢 人家说没事 什么等啊 压根都不用等 到了就去打 打了就在那等 等15分钟吧 看有没有反应啥的 什么反应也没有 那就搞定出发走人 所以我这次打的不一样 上次打的是什么的 辉瑞的就是Beyontic 这次打的是Moderna 现在我们来买肉 到这家Sergos 就是有点像麦德隆那种的 离我们机场很近这里 去买一点肉 这里肉的话都是批发的 所以多买一点 放冰箱冻起来 免得每次都出去买 看一看这里圣诞节的东西 哇 这个是德国人喜欢吃的这种 叫Hina Fondue 太恶心了 就是这种的 有的是放肥油 就油 还有的放的是奶酪 哎呀吃不了 看看这里的 餐具 这个红酒伴手 This is a wine effnets Like yours 看这里的杯子 醒酒器 This is for whiskey 看看这里好大呀 好漂亮呀 哇 圣诞树 没卖衣服都有 它价格的话 它是现在给你看的价格是没有碎的 然后再还要加碎 吃的东西碎比较少 只有7% 看看这个法南锅码头重啊 哇 这太重了 价格也不算贵吧 130块钱 嗯 这个是铸铁锅 这个颜色 其实没有这种 这种宝蓝色的好看 宝蓝色好看 最近怎么呢 对刀感兴趣 这个刀好漂亮 这个刀也不错 这个刀也好 哇 这个刀 第一个 这个 149 249 249 249 其他三把都是249 我们家又开始来调他的 威士忌了 我老公挑他的威士忌 我挑我的肉 这里的肉 这个排骨 你看 都是勒排呀 可好了 看看勒排 这个肉厚 挑个两个回去 7块4毛就一公斤 这是税前的价 税后的话是8块钱 还行 我们来调牛肉 各种各样牛肉 进口的 什么国家都有 看 这个是 巴西的 巴西 看看看看 美国的 很多很多的肉们 吃肉的天堂 这个肉得多少 这么一大堆肉 这个肉才9块9毛9一公斤 很便宜 跟猪肉差不多 是价格 真的很华赞 要是你开餐厅的话 他退税更华赞 这上面标的就是没有税 这下面标的就是带税的 就是我们要交税的 哇 都想把这里包下来了 清场 我要全包了 这里这边还卖鹿肉呢 我说的这个颜色好像没怎么见过 一看结果是鹿肉 我去年的时候在这里买了猪头 就是从这里买的 啥还有猪头呢 给大家看看 有的人会说 德国人不是猪的 没有猪头 看这都是猪头 看这个都是猪头 大家看看 这都是猪头 你看 猪头 今天买回来的牛肉 我们叫欧巴 他给他切好了之后 放在这个真空里头去了 Vacuum对吧 Vacuum 让我录开 哎呦妈呀 抽的好干净啊 好 可以了 我心里呢 可以 不错 现在就好了 就可以了 下次放冰箱里就可以 对 这个是今天买的 就是刚才剩下来 给它切出来了 放在冰箱里 这个是今天我们晚上要吃的肉 这么大 开始准备了 今天呢是吃这个配沙拉 我们家缺少一个就是甩沙拉水的那个 对吧 打过疫苗之后要给自己补一补 所以吃牛排补一下 我老公说 你这个人怎么没反应 胳膊又不疼 你又不困 又不没有发烧 他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人类 我说其实我不是人类 我是一个机器 他都没发现 只不过就是高质量的机器 妈呀 这个牛排 这肥肉多 就会嫩一点 If you do make three together 是不是经常做牛排的人 才会有这种经验 刚开始大家不知道的话 就多做做 我都会有经验了 或者是买一本书看 妈呀 看看这个牛排 现在在跳舞啊 你们在跳的时候 方块了 现在已经看出来我后面的工作有多么的先锯 多么的伟大的工程 看看 蹦的全是油 妈呀 离远一点 我已经够油的了 看看这边我也没剪的 我在做 沙拉呀 用着这婆婆买的这个油 这个油大家可以看一下 到意大利去的有的时候可以买一点回来 或者从网上买 看清楚了吗 要多看看哦 然后可以买 它是这样子的 它有 你看 应该就是号码102平 我的这个里面放的 放的淡淡油 胡椒粉 然后还有 香芹 鸡精 盐 等会放 然后就把这个拌到里头去 就可以了 刚才这两块烤好了之后 放到烤箱里头 让它保温 然后现在插上了我们家这个专用的烤箱和就是烧烤用的这个温度计啊 看看现在的颜色已经很好了 很漂亮 哎呀看看哎呀吃了哗啦吃了哗啦吃了哗啦的 这个肯定好吃 看看我们的肉好了 看看这个肉 哎哟哟哟哟 我们家欧巴开心得不治了 看看这个摆盘是我放的 也挺好看的 哎哟哟哟 这个这个小花散掉了呀 可以吧 快快快过来吃 这个是我的哎呀怎么老翻了呢 赞好 利好正 开吃开吃 今天喝到酒是我的最爱智利的 Montes Angers 看看 嗯 嗯 肥肉肯定要切掉 我也不是傻子 看我这个肉切出来了 一切的时候就已经爆汁了 这种感觉 在舌头上让你的味蕾有一种享受高 让你达到你 味蕾上的高潮 现在我老公切切他的 给大家看一看 哎呀看看 看看看 是这样子的 就爆汁的 看这个汁水就要流下来 噢 perfect 我们家 为了烧烤什么东西都全 这个是专门吃烧烤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盐 它有辣的盐呢 还有其他的什么 烤都锅 什么什么什么pfeffer 是今年夏天 他同事到我们家来做客的时候送的 哇太好吃了 我的沙拉已经准备好了 很简单 就这么拌一拌 OK了 我们俩都已经吃完了 但是还有第三块 看 肥肉都不要吃 看 我的了 我们现在开始已经吃好饭了 开始准备打扫 这个是油烟机漆的 你看这块黄黄的 我们家赶紧给它洗好 哎 又是满满的 满满当当 这个可以拽下来还是挺好的 往上面一弄 洗去吧 我现在开始要打扫这里 哎 我们家我爸真的是疯掉了 听这个音乐 大家喜欢的音乐就弄的贼拉响 还能跳两个舞呢 跟兔子似的 兔子跳舞 看看我家 哎呀 看看这个上面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Terrible 啊 我现在开始打扫 好了 在欢快的打扫卫生中 我的今天视频就结束了 明天告诉大家打完疫苗第二天 会不会有反应 好了 祝大家晚安 明天见 我再次打扫卫生中 再次打扫卫生中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